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节目要开始咯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个世代的对抗而不是对话 可是他还另外有一个意外的插曲 就是有媒体就在脸书上po了这一则新闻标题 就是FB过气剩老人在用 年轻人都用这两个APP 现在的媒体都很喜欢只下一个标题 但是新闻内容你要点进去 里面看第一则留言才点得到 语言不详 这就是过去的标题杀人法 但现在呢叫做标题捕杀杀 完全让你看不懂 所以你只好点进去 但点进去标题之后你会发现 你必须还要再点一层 又再下一层 真的有点累 而这个插曲呢 就是来自我们的十大杰出青年 在这一则新闻下面留言所导致的 十大杰出青年 难道你指的就是那位 有双性恋怡云还是同志怡云 差点出柜 但是好像也没有影响他的身世 前一阵子还拿到 由总统颁发的十大杰出青年 还有先前在演唱会上 大露好身材 露两点又露大会计的 言批吗 就是我们的地质学教授 严亚伦言批 他在这一则新闻下面就留言说到 还是你们不要用脸书来发新闻了呢 你是说叫ETtoday 不要在脸书上发新闻 这也太讽刺了 对啊 他既然说脸书都是老人在用的 所以他发的这个新闻 就是要给老人看的咯 就没想到呢 严批发了这个留言之后 马上就被我们的媒体 给禁止发言封锁了 而严批自己也莫名其妙的说 下面一堆色情广告不尽 居然进我的留言 哎既然现在的这些新媒体 下标都可以语言不详了 要把你灌水桶 让你晋升 当然也可以莫名其妙咯 不过看起来很多老人 看了这些新闻 应该会很受伤 想要彼此取暖吧 最近台湾其实也大动作 对于咱们左岸所提供的社群 平台的一些服务 开始下禁令了 就是数位发展部 日前就有官员明确的把抖音 Ttalk跟小红书 直接列为危害国家自通安全的产品 你是说唐凤部长吗 现在要改叫部长了 这边只有说是官员 并没有特定的哪一位官员 总之呢 他们就限制了这几个APP 不能再供部门自通设备 还有所属场域来使用 所以像是小红书被点名啦 Ttalk抖音被点名啦 但是大家下了班用自己的设备跟装置 不是还是继续可以使用吗 不过我想还是可以达到一定的阻喝效果吧 反之 公部门的人应该也是老人居多吧 这样讲应该会得罪很多人 虽然公部门里面的伙伴可能用的几率下降了 但是很多年轻的使用者 应该还是会继续用吧 校园到底会不会跟进禁用呢 当然也引发了一些讨论啦 不过我们的教育部长潘文中 受访的时候就表示说 还会再跟数发部进行跨部会的讨论 究竟是疯还是不疯呢 很多人就说 怎么台湾也变成了中共化 难道所有的社群也都要下禁令 实名制 还要下风口令吗 但是如果真的影响到国家的机密啦 还有大家很担心的 网路统战等等 或许站在国家的立场是有其必要性吧 总之不少网友都说 小朋友嘛就勇往直前 老人家就是爱互相取暖 而今天我们就要来跟你讲讲 老人家这样讲有点过分吧 中年礼上好了 大家最近特别爱取暖 跟讨论了一个话题 初恋 你的初恋 你的first love 其实是源自这部夯剧啦 这是在Netflix上档的 first love初恋 刚开播呢就引发了全球粉丝的热烈关注 也就是我们上一集在 天玩食人魔啦 杀人狂啦 之后讲到了这部 温馨一点的作品 first love嘛 初恋 对这部是以日本天后雨多甜光 他的知名单曲first love为原型 而剧中呢 当然有很多的细节 就是在致敬我们的雨多甜光 很多人可能乍看还以为说 怎么这么多的雨多甜光 能不成这部作品是他投资拍摄的 但完全不是哦 真的是因为编剧导演 非常喜欢first love初恋 来自雨多甜光的作品 所以就创作了这部剧 来跟他致敬 不过既然要讲到这部夯剧 first love初恋 我们当然要稍微了解一下 里面的男女主角 是谁 就是由满岛光所饰演的女主角 野口野英 还有佐藤健饰演的男主角 并目情道 还有他们年轻时的角色扮演的呢 是找来两个小仙肉小仙女 分别是巴木立可子 还有木户大圣 分别饰演年轻时的男女主角 其实这个选角有点奇特哦 他们年轻的时候 超级青春无敌 但是呢 故事带到他们中年之后 化身一遍都变成了 中年男子跟失婚妇女 而剧情呢 就是在讲述一对男女 跨越了20年 追求难忘的初恋回忆 也就是说从90年代 迁徙世代跟现代 三个时代作为故事的主轴 而接下来呢 我们叫一一帮你爆雷 当然没有那么夸张 我们是要爆雷到子爆 好不好 你如果没有看过 这部剧的听众朋友 现在你还有一点点时间 等一下进广告的话 赶快去收看一下 追起来 我们其实不爆雷 我们要来讲讲 在这部戏剧作品里面 它其实有很多埋得很深 很深很深的梗 我们一一把你挖出来之外 里面也有一些 跟我们当年 如果你的年纪小于24岁的话 这可能就是你生前 投胎之前的事情了 但是呢 听一听也可以增广见闻 但如果呢 你年满24岁以上 或许这些 在你的成长记忆当中 也是复刻了 你的记忆的一部分 不过既然说到 它是跟雨多田光自尽 里面 真的有不少的彩蛋 不知道你们有看过 这部作品的听众朋友 是不是有察觉 比如说呢 像1209这个数字 就在剧中不断的出现 而且非常的重要 因为雨多田光呢 在1998年的12月9号 发行了它的首张日语单曲 Automatic 不但突破了百万销量 也奠定了它歌后的地位 当时这一首单曲 还有专辑发行的时候 我在美国 还特别去买了 它的单曲 这也算是我早期入手的日文专辑 而在剧中呢 野英跟情道 这两位男女主角身边呢 就不断的出现 12月9号这个日期 比如说呢 女主角野英的生日 就在12月9号 而男主角情道呢 手机密码也是设为1209 这是因为他暗恋女主角的关系吧 另外呢 12月9号 不只是野英的生日 同时也是情道 跟野英告白的日子 选在生日的时候告白 颇有用心 还是颇有居心 另外呢 剧中野英要出国 那交换学生的时候 护照的申办日期 以及最初野英跟情道 在火车上相遇 情道留给野英的车票上 全部都印着12月9号 也就是说两个人 从相识相恋 全部的事件 都跟12月9号有关 不过当然不是发生 在同一天的12月9号了 但是呢 这个数字1209 就足以证明 这导演编剧 到底是有多爱与多甜光啊 如果再说跟我们的听众朋友 恰巧你的生日就是12月9号 你现在应该可以稍稍开心一下了 这部戏也算是为你致敬 如果你刚好又是1998年的 12月9号出生 现在你刚好24岁了 恭喜你哦 不要错过这一部值得追起来的好剧 First Love 初恋 而不知道24岁的你是否也有了你的初恋了呢 Anyway 我们现在就先来听到来自我们的公益广告 Shang H-O-V-A 社团法人 台湾视觉希望协会广告回来 我们继续来为你挖出 在这部作品当中 First Love 埋着很多很深的怀旧梗 话说啊 葡导太郎从海底龙宫回来之后 受不了好奇心的诱惑 终于打开了龙王公主交代他 千万千万不能打开的神奇珍珠宝盒 恰那间 他成了一个白发苍苍 年近八旬的老人 势力也退化到极尽全盲的地步 哎呦哎呦我的老天爷啊 我怎么走越这幅动眼睛也看不清了 我什么都不会 我什么闷得回来的人生 我不要活啊 这时那只普老太郎 曾经救过小海龟 从天空上 乐下来 哎呦别说啥事啊 现在是21世纪 我们可以联络世界希望学位啊 世界需要学位 那是什么 世界需要学位就是一个非盈利组织啊 他们主要的任务啊 就是服务像你这样的中途市场者和家属 比如他们的平台上就会分享许多 国内外演集的相关研究资讯 他们也会与国际组织合作 办理专业医疗研讨会 另外啊他们也会帮你媒合 政府提供的社会福利 哦 这么厉害啊 对了对了 他们还可以提供世上者及家属 个人及团体智商哦 啊等一下等一下 我那那要怎么找到他们啊 上网搜寻台湾视觉希望学位 好吧就可以啦 哎呦这个我不会了 我是善良小海龟 当然会帮你啊 看见希望看见光 走出黑暗看见色彩 HOLA 台湾视觉希望喜会 好 立刻引发很多观众的回想 不管是现在中年甚至是老年的我们 想起了那个初恋都觉得 哎呀酸甜苦辣 而年轻的观众看了 其实也给了蛮高的评价 不过我们今天 可不是要帮你来爆雷他的剧情 因为网络上已经有超多爆雷了 我们要帮你挖出来的是 这部跨越了二十几年 这是他故事的设定 究竟里面有哪一些惊艳的怀旧梗 被他给塞进去了 因为毕竟这部戏呢 是从90年代 跨到2000年再跨到现代 所以里面真的是满满的怀旧梗 让观众朋友看了之后呢 都心有戚戚言 那咱们就来听听 到底有哪些怀旧的东西 让你也边听边拍案交绝 快打旋风 跟这部戏有什么关联 剧中呢有一幕是男主角情道 在家里面呢 跟朋友还有妹妹每波 一起讨论约会的事宜的时候 当时妹妹呢 就使用CRT电视 里面玩的正是1996年 所推出的快打旋风 哦 我要稍微来剧透一下了 其实他的妹妹是听障者呢 不知道他在玩这款游戏的时候 是不是跟我们一般 非障碍的玩家 同样的享受呢 应该可以啦 只是少了那个音效 但是画面应该还是可以 很有代入感 不过呢虽然看得出来是在玩快打旋风 但究竟是在玩哪一代的快打旋风呢 其实从里面春丽的服装可以看得出端倪哦 应该没有几个金钟在看了这个戏的时候 可以猜得出来 除非本身也有在玩Street Fighter 才有办法留意到这个细节吧 因为里面的春丽呢 穿的并不是最早的那一套道服 就是两腿中间有一条带子的那一套服装 而是穿着一套裤装 所以可以判断出呢 这个妹妹每波玩的这一代快打旋风 其实是在1996年所推出的快打旋风 Zero 2 当时呢1996年 正好是原本在大型机台发行的快打旋风Zero 2 移植到家用主机 PlayStation还有Segar Saturn 甚至是超级任电堂等等的主机上面 如果有在玩Street Fighter的听众朋友 你有注意到这个蛛丝马迹吗 再来就是铁达尼号 Titanic 这个铁达尼号 我知道了就是那部电影咯 剧中的女主角野英呢 到电影院去看铁达尼号 就算看了五次还是没看必哭 才看五次 我当年铁达尼号上映的时候 我在戏院 我都看了13次 而且还是跟13个不同的女性 朋友一起去看 因为女生真的还蛮喜欢铁达尼号的 刚才提到的快导宣布呢是1996年 而铁达尼号呢是在隔年的1997年上映 几乎是那个年代所有人的共同回忆 这一点呢 毋庸置疑 刚才墨金都说了 我都看了13次 我看到后来都快睡着了 但是呢 因为每次看的对象不同 他们总还是可以感动若泪 而里面的男主角 也就是李奥纳多 皮卡丘 他当时呢 也瞬间登上所有少女心中的王子地位 真的啊 他当年确实是很帅啊 我觉得很多迷哥迷妹 应该都还蛮喜欢他的 只是 现在的李奥纳多 好像有一点崩坏就是了 顺带一提 《铁达尼号》也是全世界第一部 达到10亿美元票房的电影 而且还残联了12年 对 这个记录真的是无人能敌 但是毕竟只有12年 所以12年后他被谁打败了呢 同样是詹姆斯卡麦隆 自己倒的阿凡达 2010年的时候打破了这个记录 可是阿凡达 我真的觉得 没有铁达尼来的壮观啊 不过呢 当时他也是挑战了一个 蛮Sci-Fi的一个 类型的电影吧 当时呢 这部电影的轰动程度 真的是每个人都已经是二刷以上 而且班上的同学呢 一定会收集铁达尼号相关的 户备卡片 户备卡片是什么 这是一张名片大小的电影剧照 然后通常都会户备 让它变得阴阴的 可以收藏在皮夹啊 或是在铅笔盒里面 啊 这个在美国没有 因为当时我在美国 不过我印象中 我的皮夹里面 也户备起来 是有一个观世音菩萨的 户备卡 大概是大同小异的意思吧 更比这部电影的主题曲 就跟First Love一样 My Heart Will Go On 当时真的是人人会唱 而且是爆红 我们真的非常丢戏 因为My Heart Will Go On的主唱者 Seline Dion 最近也传出身体伪扬 她接下来的巡演 全部都取消了 希望她的健康OK啊 再来就是手机天线 手机有天线 现在的手机是没有啊 但过去的手机真的有 只接触过智慧型手机的小朋友 应该完全不知道 什么叫手机天线吧 这其实在2000年左右 日系手机上面才有的功能 就是手机上会有一根天线 可以伸缩 影集里面 女主角野音所拿的 就是PHS-J88 哇 这只手机很经典 在台湾当时也有PHS的手机 J88是很多人都会办的 因为算是当时的吃到饱吗 我也不知道她是不是吃到饱 但总之我刚回到台湾的时候 也申办了一次PHS的门号 我记得她有银色 黑色 蓝色 粉红色 在台湾呢 当时只能买到 要绑定大众电信的PHS手机 而且自己还没办法换SIM卡哦 要把电话号码烧在手机里面 对当时主台就是低电磁波 所以在医院啊 然后对于健康啊 好像都比较好一点 那我们女主角野音手上拿的 PHS-J88 跟天线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当时的手机 一定会附一只可以伸缩的天线 只要收讯不好的时候 就可以把这个天线拉长 但根据我们实测 因为我真的有使用过J88 我觉得它只是一个安慰剂耶 没错 它就是一个心理作用 并不会因为你把手机 天线给拉长 收讯就变好 而之后呢 日系手机就退烧了 加上手机的收需呢 也慢慢的变好 所以这样的设计呢 就越来越少见了 只能说回忆杀呀 回忆杀 不过我当时PHS的门号 我竟然没有把它留下来 这是太可惜了 不知道现在哪位听众朋友 你的0968的号码 可能是当时我才用到 接下来是 折叠手机跟手机吊式 折叠手机 所谓的蝴蝶机吗 手机吊式这个倒是蛮经典的 有一个年代好像手机上就有个孔 你就可以挂上一些铃铃蓝银丁丁丁丁的 罪事哦 可以展现不同的风格吗 剧中呢有一幕就是男主角情道 在自卫队的时候 他们要收集队员的手机 把手机集中起来 里面就可以看得到呢 每一支手机都有折叠的功能 而且长得都不一样 造型非常的百变 不管是造型百变还是颜色不同 再加上每一支手机上挂的各种不同形式的 调饰啊装饰 你就可以看到 那真的是手机最辉煌的年代 我觉得这个戏真的非常的考究 很还原在8090年代 那个时候当下所使用的这些电子设备 就是这些手机的状况 里面这些自卫队队员呢 用的手机不但颜色都完全不一样 造型也完全不一样 甚至呢大家会挂上各自不同的手机吊饰 有些呢可能是跟女朋友一起买的 有些呢可能是比较实用性质的 像是直接把擦拭荧幕布挂在手机上面 这里有一点偷懒吧 好了不过也蛮实用的就是了 不知道听众朋友 你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共同记忆呢 如果有的话 你也可以上来我们的脸书粉丝团IG 或者是在我们的Podcast节目 底下告诉我们 你当年的折叠机啊 是用哪一支 什么颜色 你手机上的吊饰又是挂了什么东西呢 再来就是希望号探测器 Hobo Vision Association 难道是视觉希望协会吗 没有 只是希望这两个字 撞号了 撞名了 这是我们的女主角野鹰呢 在公车上有看到路人拿着报纸 报纸上面就写着说 火星号探测器任务终了 这当年在日本可是大新闻耶 他们在Astro也就是在太空 侦测探测上发射出了这个希望号 去侦测火星的状况 不管是地质啦 生命状况啦 或者是人类是否可以移居啊 但是最终好像是宣告失败了 当时是一个大新闻 是日本科学研究所研发的一个火星探测器 它在1998年的时候进行发射 不过在2003年 讯号中断之后 日本就宣告放弃这个计划 而女主角看到的报纸呢 可以看到上面的时间是2003年12月10号 不过历史上呢 日本正式宣布放弃希望号探测器的时间 其实是在12月31号 不知道是无星犯的错 还是刻意避开了呢 总之呢 这个希望号探测器 迟到现在 虽然已经失去联络了 但还在太空中漂浮哦 远然就变成一个巨大的太空垃圾 接下来就是灵幻道士 灵幻道士 我们到底是不是在讲 First Love初恋 这部来自Netflix上的行剧啊 怎么里面这么多奇奇怪怪的怀旧梗 初恋呢 有一幕是在一个柜子里面 放着喜目的黄色标签录影带 上面写着灵幻道士2 而这个灵幻道士2呢 其实就是由我们的林正英 钱小豪还有许冠英出演的 香港电影 也就是僵尸先生 哇哦 现在里面就有两位演员 都已经不在我们身边了 哇 很经典耶 林正英所饰演的这个道长道士的角色 别说在我们华人圈有多红呢 当年都红到日本去了 僵尸先生呢 第一集在1985年的时候上映 之后呢 就掀起一个僵尸电影的热潮 很多电影公司呢 都仿效这些题材 拍了不少的电影 因为这个电影系列实在太红了 所以日本当时有引进这部电影 并且取名叫做灵幻道士 这应该是日本的用法吧 灵幻道士 我们的话就是僵尸道长了 而日本的影音出版公司呢 波利佳音 甚至还推出了任天堂红白机的 僵尸道长游戏哦 怎么办这款游戏我也好久还看看了 感觉很有趣耶 不过没想到First Love初恋这部神剧 既然能够神还原哦 当年最夯的这个VHS 也就是录影带 这真的是非常的细心 我觉得导演编剧 因为他们是同一个人 这绝对就是他的生活体验 接下来就是讲到漫画猎人 Hunter X Hunter 这是很知名的漫画 没想到也被神还原到First Love初恋这部日剧当中 初恋的剧中有一幕呢 是桌上摆着周刊少年Jump 某一年的第24期 后面呢就是猎人里面的小杰 雷欧丽还有库拉皮卡 左边呢还摆着 同样是傅健一博所画的 浪画悠悠百书第五集 我觉得初恋First Love这部作品里面 其实充满了很多的数字哦 你看它还是第24期 有没有1998年First Love 就是24年前的这一首单曲 又出现24这个数字啦 而猎人呢是在1998年 开始连载的作品 所以当然也踩到我们那个年代的事情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 到现在都还没有完结哦 超过了20年 不过总算 之前在我们节目应该有提到 总算要给他一个大结局了吧 没错就是在前几个月 傅健在推特上自己宣告说 猎人的连载再开 时隔了三年 终于继续开始画了 想必离结局也不远了 大家就一起来期待一下 Hunter X Hunter的结局吧 如果你也是一个漫画迷的话 接下来是Panasonic CD随身厅 Walker Man 大家有印象吗 CD Walker Man 很多人听到这里 应该已经满头问号了 如果你不是老人 或者中年族群的话 初列的影集后半段呢 要播放雨多甜光的音乐时 特别拿出来一台CD随身厅 就是日本制的Panasonic SL-S280 真的很怀旧耶 这个机器 我不知道天众朋友 你们是不是就是入手这一台 当年在台湾也是啊 大家都是人手一台 CD Walkerman 是这样说吧 没错 而且呢 当时一定要打广告说 它有几秒钟的抗震功能 还有必须要用两颗电池 就可以听数十个小时的续航力 有没有这么厉害 不过当年确实有很多的机型 越做越轻薄 然后呢 让你的CD光碟放进去之后啊 再PP或者是它的背面 塞好了三号电池 哇 就可以开始享受音乐了 跟大家现在啊 很习惯使用的手机 数位串流的音乐啦 或者是 呃 再找些下载的MP3 呃 就是始祖啦 呵 我只能说Walkman就是始祖 在影集里面呢 你要听音乐 还要先找到两颗电池这个设定 现在的小朋友应该很难想象 就是我听个音乐 居然还要先拿电池 不过呢 因为现在的歌曲 都还是有CD发行的 所以你还是可以在日本啊 或是台湾的网拍上面 买到保存良好的二首 CD随身听 现在真的还有在发行CD吗 就算有发行CD 愿意收藏的人应该也少了吧 毕竟实在太占空间了 现在寸土寸金的 大家应该都是像 数位串流音乐这边靠荣了吧 不过如果你有强大的财力 空间 实力 那自然就会变成你的收藏品咯 再来就是拍贴 拍贴 指的是大头贴机吗 我们女主角野鹰呢 回到了当初跟初恋一起 埋下时光胶囊的地方 挖出了时光胶囊之后 让观众看到里面有什么东西 而里面最显眼的就是两张拍贴照片 时光胶囊这个梗在很多日剧里面一定会派上用场 但是在这里面是有点悲催的 有的人是不想要去记起来 有的人是因为失忆忘记了 但无论如何 当有挖出时空胶囊的内刹那 看到里面的这些东西 至少在《First Love初恋》这部作品里面 它还是满满的怀旧时光 而从这两张拍贴上面 可以看到图案非常的久远 没有什么花俏的设计 而且拍贴下方呢 还放着宇多田光2000年的巡回演唱会 波西米亚之下 他到底有多爱宇多田光 我觉得宇多田光要不要成为他的sponsor赞助商呢 而当时呢 台湾并没有代理这个DVD 只能借由买日本进口演唱会DVD 才能欣赏到这场演唱会 航空版 其实当时有很多台湾的一些 日本啦或者韩国 甚至是欧美的一些作品 都是要买航空版哦 而以上呢 就只是小小一部分的 回忆沙 长的是不是有够深 长的有够好 就像那个时光交难一样 无论呢 你是年轻的听众 或者观众朋友 还是我们这个中年以后 甚至是老年的观众 都希望这部在Netflix网飞上的日剧 First Love初恋 可以带醒你对于初恋的无限追忆 还是你现在跟你牵手的那个人 就是你当时的初恋 但你也太幸运了吧 如果还没有谈过恋爱的听众朋友们 或许看了这部作品之后呢 心里也会有一点冲动 想要来交个男朋友 还是女朋友的吧 Anyway以上就是我们精彩的 节目内容 我是Dr.莫莫净歌 我是隔壁小王 记得 same time next week We'll be here Bye You were always gonna be my love PTT 此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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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到到 虽然说这部日剧 First Love初恋很夯 也带起大家五线的美好回忆 不过也出现了一些 诡异的乱像 有湘名呢 就很无孺的表示说 自己跟交往新年的女友 一起追完了这部日剧之后 没想到就被无情的提了分手 因为女朋友 想要回去追回自己的初恋 哈喽这位男朋友 其实你的女朋友 是想要再找一个新的恋情 这是借题发挥罢了吧